田徑的賽事當中,追受重視的項目100米絕對無出其有 今天100米的賽事先講講旅校的情況 呂伯和德望可以說是天生的死敵 由06年開始,呂伯已經清白這行賽事三年 而另一方面,德望當然希望隨時可以拿回失落多年的冠軍 尤其呂伯手上的神奇四合 胡詠彤、梁考詩、許文玲和汪曉恩都是東亞運的女將 這四位黃金組合將會成為所有人的心腹大玩 不過,另一邊的德望中學也沒有放過任何機會 在BC級賽事中搶了不少分數 尤其在A級賽事中,呂伯幾個關鍵的失分 兩隊得到原場才分出勝負 不過,呂伯四大猛將的參賽項目可以是全無敵手 所有錦標全部都首到拿來 尤其是A級100名的賽事 呂伯的梁考詩在後無壓力 即是一路向前衝零放到底 最終,梁考詩以12.05成功衝過終點奪館 不知道他有甚麼想跟大家說呢 呂,今天的成績滿意 呂,因為會考,所以練習的時間少了 所以,今天這個時間我都很滿意 呂伯的賽場燦爛對木楠的賽場一樣激烈 正所謂比賽是不可以沒有對手 好像萬人要對車路士,胡人要對火箭 鶴介田經的戰場,藍伯和喇沙對決已經開始進入歷史史冊紀錄 喇沙的亞軍名連續了好幾年 尤其連年都輸給藍伯被他壓著上 上年差點去拿冠軍 不過最終以7.5分這個輕微差距再輸給藍伯 這些他們叫做飲行 雖然藍伯有幾位勁人在今年畢業 不過完全沒有阻礙今年他們奪館的能力 尤其C級雙差分數太大令到喇沙又再一次失落冠軍 不過100米的藍伯A級的賽事,無論藍伯也好 也要拜訪張鎮興的吳家鋒之下 因為學界百米飛人由預賽到決賽 狀態很以為輕鬆奪館 拿到冠軍都不是百分百開心 他衝試之後看一看成績又有點失落 這個成績不是滿滿的 因為是甚麼呢 可能有壓力 要做好所有動作 還有有些樂意的感覺 弄得成績不到,發揮不到 發揮不到 說明不會升到中路的他 今年是他最後一年的學界 在學界生涯當中未能拆新新紀錄 怎能有少許遺憾呢 謝謝 謝謝 We are要聽 zer 我們不行 做成績歌 我們播放下去 spac再次 做到核心 我們指釋 這種歌